台中市目前有学校足球队跟社团一共124队 加上民众组成的队数有将近200队 为了推动足球运动培养更多优秀选手 中华民国运彩商会联合立委张廖万间服务处 赠送大批足球跟球鞋给台中市黎明国中足球队 和黎明国小女足球队 2020年5月28号下午2点开始 还分别举办颁证跟授奖仪式 黎明国中他们的足球 在我们的这个地方 在全国2018年他有赌到全国的冠军 其实运彩的目的也是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 其实应该受表扬的是这些小选手 现在大家都在讲纾困 我们其实运动产业运动团体有在纾困 其实我们基层很多运动团体 其实尤其是这个国小国中高中 就是高中以下的基层运动选手 其实我觉得他们不是需要纾困 他们需要关心跟鼓励 黎明国中国小两位校长都表示 学校足球队到国内外成绩都非常的好 目前台中市只有草马 太原 文小九一三个足球场 场地不足 但是学生们的战斗力十足 学校也相当感谢政府各单位跟民间企业 对他们的支持与帮助 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也非常的开心 因为学校的运动团队 极需要社会的一些资源来挹注 因为毕竟靠学校的一个力量 要促成运动团队的发光发热 其实真是不容易 它需要社会各界 需要政府的补助 一起来协助学校运动团队的一个成长 台中市黎明国小女族 上礼拜也打进国小世界杯前八强 运彩商会表示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券商的收入已经减少 需要纾困 但是还是会持续赞助台湾的各项运动赛事跟设备 推动台湾体育的永续发展 记者陈文旭 李嘉金 台中报导 所以我想打过去这么热闹的一个 请设论水平华